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考试考试,一点也不关心我的生活情况 反正我在部队学没学,你在家也不知道 在家里,你是我儿子 但是在部队,你就是我的兵 一位转业已经18年的恐惧老兵对我说 从此以后,老连长成了微信里 我给您的备注 您不仅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老连长 在强军路上,在我的军旅路指引航下 和我一起并肩战斗在站位上 还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 一次点完名给父亲打电话 接到电话后,第一句 就问我刚点完名啊 你点名讲的怎么样? 我想,完点名我还能讲什么呢? 不就打个道吗? 您笑着跟我说 我都把你当成连长了 好好复习 等你上军校了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讲 2016年 我如愿地考进了军校 老连长对我的关注更加全面 要求更加严格 从高等数学到英语四级 从五公里到引体向上 从特长发展到骨盖认质等等 似乎跨越时空的限制 我和父亲某种程度上重合在一起 所以他更能切身的懂得 我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烦恼 一次我向父亲抱怨 老连长 我觉得学习数学 对以后发展没什么帮助 父亲说 儿子 长远来讲 高等数学是训练你的思维能力 短期来讲 你总得不挂科吧 其他学科也需要 为积分的知识作为基础 大学所学的知识 是为以后工作打击处 锻炼思考问题的能力 把目光放远一点 别太狭隘了 经历的相似 父亲更希望给我更多 更贴切的指引 在我迷茫的时候 电话里 有您的声音耐心的给我做思想开导 全军阵深入开展传成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的主题教育 这个主题对我有更深层的含义 我骄傲我是军联的儿子 我骄傲能在强军新军的浪潮中 接受军队院校的培养 儿时在部队大院里排山学步 今天在剧校操场上挥汗如雨 谢谢您 老连长 我爱您 父亲 作者 傅鱼